可爱的虎宝宝出生了 日前,尼加拉瓜动物园内的蒙扎拉虎妈妈顺利当下一只白色虎宝宝 工作人员给她取名为Nivy 这个词在西班牙语中是白水的意思 Nivy的妈妈是一只普通的黄底黑斑纹蒙扎拉虎 5年前,穷马戏团中被救援出来 她无法秘语,虎宝宝只能透过人工进行喂养 动物园的兽医,Aquados Kaisa表示 Nivy是一周前出生的 刚刚出生时,体重不到1公斤 现在健康状况良好 WWF表示,白虎属于脂婴变病种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世界上没有野生白虎了 人工资源的白虎只有几十只 因为白虎比较稀有 一些动物园公园会特别防止白虎来吸引肉科 当然,这可能会出现身体畸形或一些遗传病 Nivy是第一只出生在尼扎拉虎的白虎 她的父母都是黄帝黑帆文 蒙扎拉虎,但毁带隐形基因 他们都没有患白化病 也不是单独的物种 尼扎拉虎动物园中 约有吃白子动物 还有动物救援中心 这只白虎老爸在这里 应该能得到很好的招呼 先来看长到的